- 作詞文字幕-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廖 歡迎來到放學後桌遊俱樂部第二集的桌遊解析 這次一樣針對桌遊相關的資訊進行補充 讓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動畫中的背景知識 這次我們會介紹班長所提及的《集幻式卡牌遊戲》 《Rebluff Game是什麼》 並且補充德國障礙的規則 同樣的這些內容可能會涉及劇透 大家還請斟酌觀賞喔 首先班長在教室裡拿出來的遊戲有 Photo Party 萌鳩派對 矮人礦坑 花火 誰是牛頭王 夢中民情 德國蟑螂 這些之前都有在桌遊店裡簡單的盤點過了 還沒有看過的朋友可以點擊右上角資訊卡觀看喔 而班長提到的《集幻式卡牌遊戲》 常被簡稱作TCG 除了畫面上看到的WSY 在台灣比較常見的TCG還有 魔法風雲會、Magic、寶可夢《集幻式卡牌》 PTCG 與遊戲王等等 而在玩德國障礙前 班長提到《Bluff Game》這個詞 《Bluff》本身就有虛張聲勢的意思 所以《Bluff Game》通常被稱作《吹牛類遊戲》 賽制遊戲的《吹牛》、《化妝舞會》以及《幕後交易》 都是這類的遊戲喔 接下來補充一下德國障礙的規則 感謝班長金批的介紹 讓大家了解大致的規則 我這邊一樣針對細部的規則來做補充 1. 在遊戲中如果手牌用完 就算沒有達成遊戲結束條件也算輸喔 2. 遊戲結束條件中可能有版本上的差異 遊戲版本獲得所有種類的害蟲是不算輸的 補充完規則後 我們來整理一下動畫中提到的遊戲訣竅吧 1. 新手沒有遲疑的宣告平常不常出現的害蟲多為實話 2. 怕時候有遲疑才宣告傳出去的害蟲多為謊話 3. 當自己面前的猛種害蟲已經停牌了 就要避免傳出該害蟲 不過其實玩過幾次後大家都熟悉遊戲 是可以反向操作上面的訣竅的 而最後就會變成 我猜測你的猜測 你猜測我猜測的猜測 大家都更了解德國蟑螂了吧 快找些朋友來打一場德國蟑螂吧 看看是誰最會吹牛呢 另外要呼籲一下 玩初樂的時候 最好還是不要像動畫裡那樣打勤章喔 痛痛快快的把對方打敗 結束後再跟他交流交流遊戲過程中的歡樂與技巧 不是更有互動嗎 而從下集預告可以知道 接下來的遊戲會是應加寶藏 看過之前 放學後桌遊俱樂部可能會出現的遊戲 這支影片的朋友 就會發現動畫開始跳過一些漫畫中出現的遊戲 如果有機會的話會再補充介紹漫畫中之後出現的幾款遊戲 最後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加訂閱 也別忘了點擊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啦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